好 確實大家都想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封面帶來一些水氣 我們就要帶你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北部跟東半部的朋友出門可能感覺到 真的天氣變涼了 主要就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從昨天晚上開始北部的氣溫一路往下掉 我們就要為您整理目前的天氣狀況 預計一直到星期六北部都會是比較濕冷的天氣 而降雨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跟宜蘭地區 還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 是冷的天氣一直要到星期天 東北季風減弱才會回溫 從路上行人外套的厚度就能感覺到北部天氣變冷了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九號清晨五點全台最低溫出現在新北市的石門區 只有13.2度 白天新竹以北宜蘭高溫只有18到20度 但中南部影響比較小 高溫仍有26 27度 所以在桃園以北還有東半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禮拜五 禮拜六還是持續的有短暫雨出現 那尤其其中北海岸跟宜蘭雨勢是比較明顯的 北部東部濕冷天氣維持到週六 週日東北季風減弱 溫度回升 只剩下東部有雨 一直到下週三 東北季風又增強 會轉為跟這兩天類似的天氣 而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有個熱帶系統正在發展 下週有機會變成颱風 但從過去的資料一九五八年到二零二零年之間 四月份只有生成四十三個颱風 當中四個曾經發佈陸上或海上警報 在過去的紀錄來看 真的變成輕臺颱風的紀錄上 目前是沒有的 氣象局表示四月份颱風主要往菲律賓走 或是北轉朝日本 路徑會影響臺灣的機率很低 即使這次的熱帶系統有機會形成颱風 對臺灣漢象的幫助還是不大 華視新聞 孫明章正傑 臺北報導